欢迎来到学刀科学家 那上一集的 我们就有提到 变数三人组的其中 两位成员就是 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 第三位成员那就是 小返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第三位成员是谁呀 请看这里 对了 第三位成员呢 就是小返 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女性哦 那她的全名就叫做 反应性变数 她是一位很喜欢观察 很喜欢测量的一个人 那我们也可以叫她是 必须要观察以及测量的事项 那要注意咯 小返呢 它就是实验的结果 而且这个实验的结果呢 是必须受改变的事项的影响 那悄悄跟你讲啊 小返啊 是阿超的更屁虫 阿超去哪儿啊 他就要去哪儿 而且他还喜欢给阿超反应呢 啊 怎样呢 好 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知道 小返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小返的关键词有好多啊 因为他很喜欢观察嘛 对吗 所以他的关键词有 观察 显示 实验后 或是 的情况 的变化 记录 以及 研究 我们可以在这些关键词的前后 找到 小返 我们马上进入题目看看吧 小李把两块没有煮过的鸡肉 分别放在餐桌上 和冰箱的冷冻隔离 三天后观察鸡肉的情况 那小返会藏在哪里呢 对了 我们看到 的情况 是那个关键词 所以我们就要圈起来 然后我们就要写 反应性变数呢 是三天后鸡肉的情况 这也就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事项 那我们知道 小返啊 是阿超的跟屁虫 对吗 所以阿超去哪里 小返就喜欢到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表格里面呢 阿超跟小返总是在一起的 那要怎么分辨他们呢 刚才我有解释到 阿超是在表格的左边 以及表格的上方 那自然的你就知道 小返就是在表格的右边 以及表格的下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实验的反应性变数 以及操纵性变数 阿超跟小返都很喜欢在一起嘛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样背他们 左超 右反 上超 下反 再来多一次哦 左超 右反 上超 下反 好 那在条形统计图呢 阿超跟小返又是在哪里呢 刚才我有想到 阿超是在横轴 那么小返呢 就是在竖轴啦 没错 在图画里面呢 怎么样呢 好 因为小返是很喜欢观察的 对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实验前实验后的变化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图画里面呢 实验前 气球是扁平的 而实验后 气球是膨胀的 那么它必须要观察的事项 也就是小返 它就是气球的变化 因为只有气球变化了 其他的事项呢 都是保持不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常犯错误了 我们直接来看题目 下表呢 显示 汽车J所行驶的距离 与所需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图表 距离 以及所需的时间 那还记得刚刚我说的 阿超在哪里 小返又在哪里吗 阿超是在图表的上方 小返是在图表的下方 也就是所需的时间 那么它的题目就问 在实验中必须改变的事项 也就是阿超啦 是什么呢 5 4 3 2 1 那我们现在就来揭晓答案咯 那有些学生呢 就会写 有多少的距离 那这答案呢 是错的 因为他回答的不完整 接下来有些同学就会回答 所需的时间 那所需的时间是什么呢 它是反应性变数 它不是操纵性变数 搞混了 不要紧 初心不要紧 我们下次注意一点 那么它的正确答案呢 是什么 就是 汽车行驶的距离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咯 下图显示 小婷把一只蝴蝶放入一个密封的罐子 三个小时后 她观察了蝴蝶的情况 然后问题来咯 她说 写出实验中必须鉴定的事项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5 4 3 2 1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同学如何回答吧 有的会说空气的存在 这也不是说错 但是他没有完整的回答 他只回答到 操纵性变数而已 那B呢 有些同学就会回答蝴蝶的情况 那这只是反应性变数 同样也是回答不完整 那又有同学回答 蝴蝶是否活着 那是否活着呢 它是一个疑问句这样子的 那我们也是不能接受这个回答 那我们看看还有同学怎么回答呢 空气的存在和罐子的大小 罐子的大小呢 它是固定性变数 那所以操纵性变数以及反应性变数呢 就是 必须改变的事项是空气的存在 而必须观察的事项是蝴蝶的情况 那么有些同学呢 就会回答很长 看起来也很完整的答案 就是他们会写 必须改变的事项是空气的存在 必须观察的事项是蝴蝶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把必须改变的事项 以及必须观察的事项写进去 那正确的答案是 空气的存在和三个小时后蝴蝶的情况 或者是实验后蝴蝶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咯 必须鉴定的事情呢就是 反应性变数和操纵性变数 我们不需要写固定性变数 因为反应性变数呢 是被操纵性变数影响的 而通常我们都是在实验后才能得知 反应性变数 所以我们在作答反应性变数的时候呢 也就是必须要观察以及测量的事项 我们在作答的时候需要写 实验后的字眼 或者呢是根据题目提供的情况 比如说 三天后或者是三个星期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学到了 有关于到变数三人组的性格以及关键词啦 那我们再来总结以及复习一下 他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吧 固定性变数呢 就有相同 一样 同样 而操纵性变数呢 就有不相同 不一样 不同 反应性变数呢 就是观察 实验后 的情况 的变化 显示 研究 以及记录 阿超跟小反都很喜欢在一起嘛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样背他们 左操 右反 上操 下反 再来多一次哦 左操 右反 上操 下反 好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学到了 记得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学到的短片 记得 订阅 然后 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 哈 对了 你们是不是要赶快去解救我们的变数杀人组了 快去快去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